吴亦凡已经从全平台社会性死亡了,距离他被刑事,拘捕也有十几天了,全网狂欢时,只有一个人在担心他,为他流着泪,这个人就是吴亦凡的妈妈吴秀琴。 从吴亦凡出生起,父亲这一角色就是缺位的。 吴秀琴一手带大的这个儿子,在与丈夫离婚的那一年,吴秀琴将儿子的本名李嘉恒改名为吴亦凡,并带着十岁的儿子从广州前往加拿大温哥华。 在吴秀琴的未来里,母子二人会在温哥华定居,吴亦凡会成为一名医生,然后结婚孙子安稳地过完这一生。 于是为了更好的朋友吴亦凡,吴秀琴决定在儿子没有上大学之前,绝不允许第二个男人进入家中,其目的是不让吴亦凡觉得这里不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他永远是母亲最重要的人。 吴秀琴对吴亦凡的培养严格到不尽人情。 吴亦凡交朋友,吴秀琴都会亲自去问,如果吴秀琴认为这个人不可以交,便会想办法阻挠。 孤独的吴亦凡沉迷于游戏,没有按时睡觉。 吴秀琴二话不说,直接过去关掉电脑,没有任何反抗。 吴亦凡年少的孤独,青春期,乃至到整个30岁的叛逆心理,一直都是瞒着母亲进行的。 导演管虎曾对记者说,在妈妈面前的吴亦凡是白纸一样单纯的大男孩,乖,听话,安静。 一旦远离母亲的视线,吴亦凡就如同换了一个人,变成桀骜不逊的大男孩。 在年早接受采访时,吴亦凡对记者说因为叛逆,曾离家出走过。 但母亲听完离家出走很惊讶,对记者说,或许儿子只是出去走一圈,心理上完成了一次远航。 可见,吴秀琴对儿子的教育中更多的是一厢情愿,毫无保留的付出。 但并没有真正在意儿子到底需要什么,儿子在想什么。 在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誓子里,吴秀琴更多的是叫儿子如何独立,让儿子知道妈妈的不容易, 最以为孝顺,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听话。 一旦吴亦凡显示出一点点叛逆的心理,都会被母亲强行教育, 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这样,而吴亦凡应对方式就是沉默。 随着吴亦凡的成长,母亲的控制欲让两人的关系一度紧张, 年少的她很早就明白,单亲家庭比较现实的就是, 其实母子关系比较容易走到一个极端的情况,因为没有第三个人和解。 为了不让妈妈失望,也不想二人关系变得更加糟糕, 吴亦凡决定离开温哥华,前往韩国做练习生。 在韩国,吴亦凡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 但另一边的母亲猛然间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吴亦凡的离开并没有让吴秀琴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 母子二人隔着千山万水,时常因为想念对方流眼泪。 几年后,吴亦凡作为EXO组合成员正式出道, 其实在12人的团队中,吴亦凡依然是最显眼的几个人之一, 作为小分队队长,也收获了众多粉丝。 继Super Junior后,SM力捧的男团出道几时巅峰, 从此,吴亦凡变成了中心人物,一个焦点。 在儿时,吴亦凡被母亲放置在甘肃白银外公外婆家, 再大一点被接回广州,后来去温哥华。 童年的他,看到其他小朋友在午饭时间结伴吃午餐, 很羡慕,习惯性的搬迁,让他很孤独,功名成就后, 他对记者说任何一个男孩都想成为人群中的那个中心。 两年后,吴亦凡不堪忍受SM压榨艺人的行为, 单方面解除合约回国,自此开启了娱乐圈另一个时代。 直到现在,吴亦凡作为初代流量明星, 成为阶下球依然令人唏嘘。 在众多的记忆中,流量明星隐退的方式便不是红了, 但没有人想过吴亦凡的未来是走向挠狱。 2014年,还在与公司闹解约时, 徐静雷便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与在团队中,每个人只有几句歌词,几秒镜头不同。 在这部电影里,他是绝对的大男主。 之后,吴亦凡参演《老拍》《西游酱墨2》 原来《你还在这里》等大嘎云集的电影, 时尚资源更是其他明星, 渴望而不可求的国际一线品牌。 综艺节目中,即使唱跳不佳, 也依然坐在导师的座位上, 一具Farstyle的口头衬也令他火出了圈。 作为初代顶流的四人之一, 或是作为归国四子中吴亦凡, 依然是资源最好的。 但渐渐地吴亦凡的人生开始走向失控。 张二宁说出名要蹭找, 但在娱乐圈,年少成名未必是一种福报。 资本的力捧、饭圈的兴起都令娱乐圈更新换代。 曾经的明星每人有几首代表作, 演员们也不计较再翻, 粉丝们也较为理智, 但到了流量时代, 颜值是第一要素, 人设成了每个流量明星的外包装。 只要帅气,再有幸被资本选择, 便会快速窜红。 曾经的明星靠一部部作品熬出头, 现在的明星直接靠颜值光速出圈。 流量时代的颜值极正义, 让明星们逐渐迷失了自己。 他们在镜头前, 演着大众喜欢的自己, 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中, 却露出最无知最残忍阴毒的一面。 早在2016年, 一位叫小吉娜的网红曝光了和吴亦凡的聊天记录, 但丑闻并没有影响到吴亦凡的事业。 这件事很快被专业的公关团队解决掉, 他依然是大明星, 而小吉娜被羞辱了几年。 2020年, 吴亦凡和情牛郑威在地库牵手被拍, 此时的粉丝考虑到 偶像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纷纷表示祝福。 但只一天, 事情就有了反转, 吴亦凡否认了恋情, 摇身一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蠢真男孩, 事业更上一层楼。 直到今年7月, 随着都美竹的爆料, 连续二十几个女生站出来曝光与吴亦凡的聊天记录, 以及涉嫌犯罪的丑闻时, 吴亦凡才从顶端倒下去, 直接查无此人。 在都美竹控诉吴亦凡的小作文中, 有一句话, 资本着力催化畸形犯券文化, 导致你走到了今天。 其实不然, 资本和饭券文化是激发违凡内心恶魔的催化剂, 但她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从母亲选择性的无视和无地线的纵容开始的。 即使母亲为她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但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种畸形的爱。 违凡从小没有真的感受过纯真饱满的爱, 所以长大后她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也不知道怎么爱人。 爆红后被众星捧月, 突然被几千万个人爱的名义保护起来, 这份爱大而虚无, 看得见摸不着, 她依然不懂爱。 所以在寻找真爱的过程中, 她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人, 也从未考虑过直接消失, 是对他人的伤害。 她没有见过真正相爱的人是如何表达爱意的, 因为她的母亲只给她传递出了强制的霸道的唯我独尊的爱。 她的母亲只告诉她如何孝顺妈妈, 但没有让她懂得爱理, 带着尊敬、责任和坦诚、专一。 在吴亦凡的世界里, 只要喊一声妈, 什么难事都能被解决掉, 直到这次彻底失控, 万能的母亲也无能为力。 曾经吴亦凡想成为周杰伦那样的巨星, 同样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明星, 吴亦凡和周杰伦是有相似之处, 同样是在二十几岁单上巅峰, 红透半边天, 但不同的是周杰伦的母亲, 叶惠美教会她关于爱的一切, 这让她不仅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 更是将世界当成了游乐场, 一步步完整了儿时所有的梦。 而吴亦凡的今天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